我们曾经是一群在医院临床服务的护理人员 伤口病人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国内的整个社会跟家庭结构在改变 所以家中的儿女都是无法照顾的 那独居老人更是比比皆是 所以有感而发让我就是想要为社区长者尽一份心力 就从我们自己的社区做起就成立了我们的居家护理所 因为我们居家护理所是属于独立形态的居家护理所 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遇到第一个困难点就是我们个案来源不易 医院的出院准备服务就已经转到自己医院的居家护理所 所以要转到我们的独立形态的居家护理所更之少之又少 在个案来源这一块是必须要靠口碑 其实着实补义 第二点就是健保制度的关系 健保制度有很详细的规定 我们一个月只能去一到两次的家访 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居家护理所的个案都是长年有疾病的 而且是失能卧床的 一个月只去一到两次其实是不够的 而且我们的重点是在于预防感染 如果老人家其实长期卧床就会有产生一些并发症 比如说肺炎或压伤 那我们的重点就是在预防这些 也让病人不要常常去医院住院 我们是可以有效降低门诊率跟再住院率 如果健保局可以好好思考的话 其实可以发现居家护理所 是可以替我们的健保费用省下很多的医疗支出 长期照顾呢是在于照顾 不是在于医疗 所以我们就是要去思考如何强化社区的资源 提供我们的专业 然后提升病人的照护品质 减轻家属的负担 这才是我们最重要要做的 我们除了有很专业的居家护理师 然后还有我们一个居家医师 还有营养师的咨询 那我们当然也积极配合长照2.0的政策 承办了我们的C级的社区照护 就是可以让我们家中的老人家平常在家没有事情做的时候 可以来我们的社区认识朋友 大家一起煮火锅或是韵律舞 甚至还有剪贴美劳 让老人家可以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 其实我觉得只要秉持着我们永远很用心的在照护病人 我们照护病人永远的用心 家属跟病人永远放心 所以叫做区名叫永新 在永新成立到现在 我其实非常感谢我们团队对于工作的付出 还有护理师他们的不辞辛劳 还有医师的支持 以及个案家属他们的支持 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